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要谢谢詹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 首先到控制台 找语音 然后因为我麦克风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就可以这样 下一步 彼得要对其电脑说话 但他喜欢打字 尤其是喜欢使用纸笔来写下 好这样就会出现下一步 这边就完成了 那启动语音 再来大家要做 第一次做就是启动语音辨识 那因为我这个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就做到一半 所以我就到不使用滑鼠或键盘来控制 一样是从使用语音辨识 那我们要让我的电脑先上课 所以执行语音教学课程 不然像我刚才没做完 他是没有辨识率就很差 然后等一下会 教学课程大概有30分 他会教你 他会跟你讲说要怎么做 那要讲哪些话 然后来辨识这个人的声音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停止请听 好他就记录我刚才讲的话 我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他就会出现下一步 显示语音选项 显示语音选项 启动语音教学课程 好他就是等于把我们右键啊 或一些常用的文字输入 好那这样整个做过程 我们就不一步一步一步路了 因为大概要30分钟 然后做完之后呢 显示语音选项 好譬如说他也会讲 开始一来隐藏语音辨识 好那整个做完之后 你的电脑就可以听你的讲话 然后来打字 然后也包含可以开始啦 或者是文字达到一半讲痘点啦 或者是删除啦 这些功能都可以做到